西方史学史 孔多赛在书中回顾了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 具体论证了科学的进步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孔多赛确定随着科学的进步 每种科学发展与科学理论都将给人类生活带来福音 此外孔多赛还认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必然引起社会科学的进步 从而推动社会政治道德法律艺术的进步 而所有这一些都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幸福真理方向的 孔多赛企图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揭示社会进步的规律 应当成为一门指导人类进步的新科学的基础 为此需要观察记录人类社会的变化 分析社会进步的不同阶段 揭示变化的秩序和各个阶段发展的连续性 孔多赛从历史进步的角度对人类生活